新北市第二届市长市议员还有里长的登记参选已经在5号截止了 那么在里长登记参选的部分 同额竞选的比例有增加 代表了里长的服务受到了肯定 新北市第二届里长选举9月1号到9月5号进行登记 而以中永和为例子 同额竞选的比例有较以往增加 也就是说这里只有一位参选人登记参选 依选爸爸的规定 他只要获得一票就可以当选 而在同额竞选的比例方面 中和有51个里 永和38个里 树林24个里 三峡9个里 阴哥有7个里 其中还是以现任寻求连任的里长占多数 里长们是表示感谢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乡亲的爱护与鞭策 让我能够再继续为大家服务 我相信我们本里的硬体的设施 以及软体的设备 我相信会一一来为大家完成 我感谢我们安和你的诚心 这几年来大家对我很好 我自己都知道 因为我们不怕你做 虽然你华我都在做 一个做两个博物 阿祖如果跟不到的地方 你们大家 多多感谢你们大家支持 另外在这一次选举中 也有几位政坛老将加入了里长的选举 以永和区为例子 就有区政咨询委员转换跑道参选 分别是蔡美娟参选后夕礼 黄锡玲改名为黄定为参选秀成礼 郭恩达参选郑新礼 老将新秀人才辈出 谁能当选 11月29号的选举方可验收平时的耕耘成果 中佳新北新闻 综合报道